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大風吹 每個禮拜在你探討一個有意思的國際新聞 那今天跟平常很不一樣 今天我們要來拍一支開箱片 開箱什麼呢?就是這一包 美國的海外不在籍投票的投票包 那我們在開箱之前我要先解釋一下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接下來11月24號就是台灣的選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那一天不方便去你的戶籍所在地的投票的話 你要怎麼樣傳到你的名義 基本上在台灣的話現在還沒有什麼辦法 就是如果你那一天沒有親自出現在你的投票所的話 根本就你就沒辦法把你的票投下去 那其實如果我們的民主是要講一個參與度 就是讓所有人的意見都可以獲得傳達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要想辦法 讓政府應該要想辦法讓那些不方便的投票的民眾 有其他的選擇 那一般我們把這個概念叫做不在籍投票 所以今天我們拿到這個美國的海外投票包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讓大家看一下美國是什麼做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以後台灣有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投票包呢基本上很簡單 一拿來這麼大一個它大概比一張A4值還要大 是整個還蠻厚的 那上面就開中名義寫得非常清楚就是 官方的選舉的郵件 然後這邊就很清楚寫到說 OK是通訊投票的投票包 好那這個東西打開了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中間這個是加州州政府的選民手冊 這邊這一個是選民登記所在的郡的 郡的選民手冊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最關鍵的就是 官方的正式的選票的 它包裹在這個回遊信封裡面 那這個我們最後再來看 州的選民手冊呢 其實非常清楚是 OK他已經畫出了加州的行動 因為這是一個登記在加州的選民 他拿到的東西 其實我們知道美國 美國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 它講究地方自治的精神 那地方自治的精神之下 每一週的選物 就要由那一週來負責 所以每個週發出來的選民手冊 它的精神程度項目 然後它的長的樣子都不太一樣 好打開來第一頁 很清楚的跟大家說 身為選民你有哪些權利 OK那這一個整個選民手冊 其實有大概快100頁 裡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 最重要的部分是 加州很多的公投案 我們知道台灣這一次會有 10個公投案出現在 年底的大選上面 那加州有幾個呢 有12個公投案 我覺得它的選民手冊 做得很好的地方 是他把這12公投案 做得非常完整的介紹 首先是在 首先是這種 一頁有兩個案子 每個案子它會清楚的編號 清楚的名稱 然後有一段簡短一段式的摘要 然後呢很清楚跟你講說 如果你投贊成會是什麼意思 你投不贊成會是什麼意思 然後下面用一段式的方式跟你講說 正方的論點大概是怎麼樣 反方的論點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再下面就是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正方的觀點 請聯絡這個代表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反方的觀點 請你聯絡這邊 所以 一個議案 一個議案 它就這樣子非常想盡的列出來 那它當然不只是 它還不只是這樣子 就是半夜篇幅給你介紹而已 它後面還有非常非常完整的 一整個 應該說每一案會有 一二三四列的介紹 講到公投案 我覺得第12案是蠻有趣的 我當成一個例子 那這個公投案其實是一個 簡單講叫做家庭的動保案 什麼意思呢 就是提案的人認為說 加州應該要立法去管制生蛋的母雞 還有生小豬的種豬 還有要宰殺作為肉食用的羊 他們在續養的業者這邊 每一隻動物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否則它就是一個不人道的飼養行為 那這樣不人道的業者 產生出來的不人道的產品 政府應該要立法禁止 當我們翻開選民手冊 假設我是一個完全不知道 這案在講什麼的人 我今天收到選民手冊 我打開來 然後一開始呢 就會有大概半夜的簡短聲明 它就把這個提案的重點內容列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會有一小段是 這個提案在財務面來說 會有哪些要值得注意的可能會有的衝擊 那在接下來就是更詳細的介紹 就會有一個背景 背景的部分就是說 喔目前我們這個加州在這一方面 有什麼樣的法規 目前的法規環境是怎麼樣 然後為什麼它還要在現有的提示之下 再去做一些調整變化 然後後面的提案內容就會是大概也快要一夜的篇幅 甚至它還在這邊用一個圖表 來跟你講是 母雞我覺得每一隻母雞要做到多大 每一隻豬它有多大的空間 然後每一頭羊它有多大的空間 後面這邊呢就有剛剛的所謂財務衝擊 他的比較深入的解釋 他就認為說 因為你這個方案等於增加了業者的飼養成本 那增加飼養成本的情況之下呢 一定會轉加在最後的中端的物價上面 所以從雞蛋到養肉 真的這個案過的話 大概可以預期物價會上漲 這些東西產品價格就會上漲一些 然後呢 產品價格上漲或甚至有業者因此而退出市場的話 就代表他們的獲利會萎縮 那獲利萎縮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州政府從他的營業稅裡面收到的稅金 就會小幅的下降 然後最後呢 州政府為了要去每一家業者池地去檢驗 他有沒有真的做到這一個 真的做到保留每一隻動物的活動空間這件事情 他要有一些監管的成本 監督派人出去看也需要成本 這個可能就需要每年最高可能的 我們要到一千萬美金 等於就是說 他這個手冊等於鼓勵我去思考每個議案 那除了我們想一下 我們的立場到底是比較偏向正方 還是偏向反方之外 也可以想想看 喔他對整個州的財務 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是不是我們身為州民 應該願意承擔的 那這還只是前兩頁喔 後面兩頁也是很精彩 他就是把 留更多篇幅給一個正方的論述 可以把它完整認出來 然後這個是告訴你 為什麼我覺得你應該要投贊成票 然後這邊隔壁頁 為什麼我覺得你應該要投反對票 兩邊有非常清楚的論述 然後在這兩個主要的論點之後 又有相反 就是正方的論點下面 就有一個反方他的反駁意見 反方的論點下面 也有一個正方的反駁意見 等於說你看完這兩頁 就對這個議案的正門方 大概的攻防的重點 你會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如果你能夠一個議案 看完這四頁的簡介 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 或許已經有個初步認識 一個初步的想法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現在還沒做到的東西 也還蠻值得參考的 好 那剛剛說 公投案在整個選舉 選民手舉裡面占了大部分 那可以看到光是這個部分 大概剛剛一百頁裡面他就 一百頁裡面他就這麼厚 好 那後面還有一些其他的資訊 譬如說每個候選人他的大頭照啊 政黨傾向啊等等 然後最後還有很好玩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很多移民 然後加州也是一個移民的大容讀之一 所以在最後面他還有各種語言的專線進化 從英文中文西班牙文到印度語日文 然後泰文韓文菲律賓文越南文 全部都有專線進化你可以去詢問 如果你的英文就是很好 你可以去轉線電話打進去 然後用你的母語跟相關的人事溝通 好 那這個是周選民的手冊的部分 接下來看呢就是 就是俊的選民手冊 俊的選民手冊跟周選民手冊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這次要走哪些人呢 全部畫在這裡面上面 那很好玩的就是說 這邊左半邊是 周層級的公職 右半邊是地方層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周層級就已經超級多 總共13個 有代表州的聯邦參議員 聯邦中議員 然後到州長 副州長 州務卿 州審計長 州財務長 州檢察長 州保險局長 州評論委員會委員 州內部 州議會的 參議員 州議員 還有最後的教育局局長 那在我們的 在台灣的行政理系之下 基本上 除了市長副市長之外 其他什麼局長 不太會是用民選的方式 可是在加州其實很多這些官員 都是直接民選的方式 產生動 甚至聯州的最高法院 還有高等法院的法官 也是一個 也是用提名 然後經過所有選民 同意之後才能做馬上任 那比較有趣的是 就跟州有州的公投案一樣 郡也有郡的沟通案 郡的公投案呢 他也是一樣 有告訴你 代表贊成 這個摘要是什麼 然後 贊成方 投下贊成票是什麼意思 投反對票是什麼意思 然後兩邊各是誰支持哪一方 然後後面 他有一個比較中立的分析說 這一案大概是在做什麼事情 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呢 一樣 正反方的論點 正方論點是什麼 然後反方對於這個論點的反駁是什麼 然後反方論點是什麼 正方對於反方論點的反駁又是什麼 還是一樣讓你有一個正反對照 有點像辯論比賽 然後他甚至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好笑的 裡面一個很好笑的地方就是 他在徵求 雙語的選舉 選務制空 雙語的選務制空 然後 他用各國的語文寫在 他用各種語文寫在這個廣告頁上 然後 我就想說 中文的部分是什麼呢 他叫做 市選舉官員 然後這什麼意思 看不懂對不對 其實他意思是說 請你出來當一個選舉官員 可是他 反應沒有翻好 所以 這個部分就有點好笑 我們剛剛看完兩個選民走策之後呢 現在 最重要的就是 選票本身了嘛 那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咧 這裡面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 官方的選票還有選票的縫套 另外一個是一個簡單的說明書 還有 一些要 填的表格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 比加州的海外不再一起投票的選票長什麼樣子 其實他做的非常簡單 他就只有 兩大張選票 等於兩張然後四面就解決了 兩張四面就解決了 所有要投的東西 加州要投的州政府層級的公職就有十幾個 對然後還要再加上法官非常多 但是因為他 呃 透過初選 他已經把每個職位的候選人降低到最後 兩個人是一個對決式的選舉 所以 在這個選票上面 你看 有點像我們 就是 呃 那種電腦卡 電腦卡的填達方式 就是你只要 每一項職位下面 這兩個候選人 你喜歡哪一個 然後就把這個圈圈塗黑 就可以了 然後就這樣子填填填 填填填 副州長、副州長、州務卿、省紀長 接下來 第二面呢 有法官的部分 就是OK 州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有這兩位 然後 接下來上訴法院 還有高等法院都有法官 這個要經過人民的統一才能上任 好,那等於說 這一整張就是 所有的人的部分 要選的人的部分全部寫在這邊 好,那第二張是什麼呢 大家應該可以想到就是 公投案的部分 剛剛說加州本身有12個公投案 所以它也是一樣 就是每一案再把主文寫一次 然後是英語跟西班牙文對照 1、2、3、4、5、6、7、8這樣排下來 第九案測銷沒有 然後總共有12案的這邊 然後最後一個是剛剛說的 俊的公投案只有一案 寫在這邊 那等於說 你一張公投票 就解決了所有的公投案 那據說這一次 台灣的公投票 有可能要領到 加上你原本的選票 跟公投票全部合起來 你可能要領到15張票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 這部分確實也是可以模仿美式的做法 可能會簡單一點 假設OK我今天是一個海外投票的人 我把這些小圈圈全部都填完了 每個我都已經發表我自己的意見 等於投下我的選票 那最後我要怎麼樣把這一個票讓它生效呢 就是要有幾種方法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把這些選票 折好 然後 寄回去 給這個 你登記所在的郡的選委會 那你只要把最上面的 這邊會有一個 呃 官方選 呃 正式選票的存根 在這邊 要把它投完之後要撕掉 兩張都各有一個 要撕掉 撕掉之後它等於說 因為每個都有編號 所以你會 你表示自己拿到的是一個 投票的證據這樣子 然後 在這個地方 簽一個名 呃 表示說OK 我在此發誓 我就是 呃 我登記的那一個選民本人 而且我沒有 我在裡面發表的東西 就是我的意見 我沒有就是 登記好幾個選區 然後投好幾個地方 沒有重複投票 等等等等 就是我發誓 這邊裡面的內容都是對的 好 在這邊簽一個名 然後封起來 這個封好的選票呢 就會變成是 只有最後選人員才能打開了 它就不能由別人打開 然後這個單子 就先把它放進 剛剛的回遊信封裡面 然後呢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說明書 然後 在這邊它也提供了 除了通訊投票 就是寄信投票之外的 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不是住在美國境內 然後你要寄一個 從海外寄一個信回去 萬一這封信到那邊的時候 已經過了投票日的話 它可能不會被承認 所以 你如果要確保 能夠即時趕在投票日當天 把你的意見傳拿出去的話 那你還有一個選項 就是用傳真的 它可以 它最多可以寬限到 等於說它是跟投票所完全同步 在美西時間投票日當天的晚上八點前收到 就算有效 那如果你是用寄信的方式呢 你就是 剛剛這個地方簽名 然後 這個 這一個分頁撕下來 然後放到這個回遊信封裡面 貼起來 整封 寄回 那個 登記所在郡的選委會 就等於完成了這樣子的 海外的不在集投票 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美國為了要鼓勵投票 它要讓你覺得 投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這個地方有一個小貼紙 這個貼紙是說什麼 就是 我用通訊的方式投票了 然後它下面還有說 請你非常光榮的 帶在身上 也就是說這個貼紙你是可以 撕下來 然後 可能連貼 我先表示好了 再 撕下來 然後貼在 你的車窗上面 或是你的 什麼 皮夾上 或是筆記本上 等等地方 就證明說OK 我是一個 有 實際參與民主 然後我很驕傲 我有投票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 會用這樣貼紙來 就是 讓國民覺得 嗯 我投票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棒的事情 還蠻有趣的 以上就是 這一次的 美國的海外不在籍投票包的開箱 那 下一集其實我們也要來談一下 不在籍投票 就是 第一個要來談說 美國在這方面發展歷史 到底是怎麼樣 簡單來談一下 然後呢 我會介紹一些 比較有趣的 不在籍投票方式 例如還包含 在路邊不用下車 就可以完成投票 這些事情 然後還有 最後要來講一下說 台灣 一直有人在想說 我們應該要發展一些 不在籍投票的方式 那 為什麼台灣沒有到 現在還能辦法做到 那 是不是除了美國之外 還有哪一些國家的投票方式 值得我們參考的 這些我們在下一集都會提到 那 今天的開箱片 所以就先到這邊 鬼道風吹 我們下週見 好那 假裝勾頭按 我覺得第12號 很有趣 其實你有機 你知道嗎 okok沒事 好 沒有 好 講到第12號呢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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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